要说娱乐圈谁坏女友最不会引起争议 那应该就是王思聪了 如果说谁无缝谈恋爱不会受到谴责 娱乐圈似乎也就只有王思聪 最近王思聪虽然网络的账户都被封了 还频传一些负面消息 但丝毫不影响他出行的乐趣 被人拍到带着妹子在外逛街 虽然是带妹子出来转 但王思聪也并没有太多包袱 随意跟女生一起坐在路边就聊了起来 不仅直接盘起来二郎腿 手上还不忘了点根 蚊香可以说是相当接地气 如果不是因为王思聪的身份 不少人可能都会在网上评论一句下头 而女生也丝毫不介意这些行为 关系应该也比较亲密 不过在王思聪跟美女聊天的时候 还有女生跑来跟王思聪搭讪 从女生的表情来看 应该是非常开心 用手无嘴有一种终于见到真人的追星感觉 对此王思聪早已见怪不怪 表情平淡抱一微笑 似乎是等待女生说明来意 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差 几番交流下 王思聪似乎对两人交谈的话题也产生了兴趣 目光也开始直视女生 看得出女生应该是挺健谈的姑娘 本身的打扮也十分时尚 玩下一失踪展现了一双长腿 聊了许久后 女生主动要了王思聪的联系方式 能看出王思聪虽然不怎么在网上现身 但在女生圈中依旧是比较受欢迎的 王思聪也没有拒绝拿出手机加了好友 并给女生填写了备注 或许未来也有可能在王思聪身边 再次见到这位美女 不得不说王思聪还是很喜欢跟女生一起出游的 不过如今王思聪年纪也不算小了 不少网友一直期盼着 看看谁能降服了王思聪这个不羁浪子 但从目前来看前任的数量是一个又一个的增加 没有一个能坚持超过一年的 而且在这么多女友中 也很少有前任去爆料跟王思聪的点点滴滴 王思聪如何跟女生相处也一直是迷 除了当初孙一鸣大爆王思聪 想你的业的经典语录外 基本没有人在谈跟王思聪的恋情 似乎每一对都是好聚好散 不过近日前任圣洁是谈到了跟王思聪的感情 之前很多人以为圣洁会成为降服王思聪的人 俩人的恋情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虽然中间王思聪被拍到跟其他人出游 但两人一直持续了快一年 而在分手后 圣洁也显得有些颓然 毕竟一年的感情肯定是花费了不少精力 也会有不少回忆 在分手后 他表示自己跟王思聪在一起并没有什么试快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 当初在一起时完全可以借助王思聪的资源 搞自己的店铺创业 其中他也表示自己没什么太大的野心 这点可能也是能跟王思聪谈这么久的缘故 虽然有不少前任借助了王思聪的名气搞事业 但大多都是在跟王思聪分手后的行为 而这些前任们在跟王思聪相处时 大多都比较老实 基本不太会直接借助王思聪的资源 这样可能会惹王思聪不喜 主动索取和被动赐予还是有些差别 不过圣洁也表示自己跟王思聪的分手原因有些奇葩 因为在圣洁看来就是没有任何原因 据圣洁表示王思聪突然就不联系自己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 之后就在网上看到了王思聪跟其他女生出游的爆料 连这种分手都是完全被动的接受 让不少人觉得有些渣男了 或许在王思聪看来谈离别有些太伤感了 不如就直接不告而别 而从一些细节来看 王思聪追女生时是挺舍得花精力和金钱的 只是没人能知道王思聪究竟喜欢还是爱 又究竟喜欢什么样的 未经讨论 未经讨论 感谢观看